拍過十年裏面的自焚者 亦拍過《環愛》一個複雜的故事的本地導演 周冠威又有新作 但這部電影究竟會不會在香港上景呢 未知可能機會也不高 但在今年的康城電影節 今天會計劃播放這一部 反修例示威的紀錄片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時代革命 兩年前就出現了2019年的反修例示威 出現了連場的警民衝突 事後也出現了很多紀錄片 像鬧哄哄的 李大維成 導演周冠威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 不想猜測 哪裏是紅線的 但亦承認紀錄片可能是無法在香港上映 但他指出 雖然身邊的人曾經催促他離開香港 或是在影片中隱藏名字 但最終都是一一拒絕 他說 I really don't want to lose to this fear 我真的不想輸給恐懼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康城電影節一直都未透露將播放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直至在播放之前突然加插這個 影片 並計劃 在今天當地時間 星期五是播放的 據報導 紀錄片將會跟隨 拍攝7名反修例示威期間的人物 包括前線示威者和後援角色 片長約兩個半小時 由6月的示威 浪潮開始描述 內容包括理大事件 周冠威透露 初時也是站在前線拍攝 和感到膽怯 後來一名曾經看過10年的商人表示 希望周冠威可以拍出一套 向國際掃說香港情況的紀錄片 並且答應提供資助 於是 周冠威 購買了手持攝錄機展開拍攝 周冠威表示 兩年來一直都是秘密製作這個紀錄片 但事件期間也留在校園內三日兩夜作紀錄 期間被水爆車的藍色 水劑擊中 亦曾經至少被一枚橡膠子彈擊中頭盔 戰執期間也曾經幾次 痛哭到無法工作 曾經發惡夢被警方追趕 今年春天向康城電影節 寄出紀錄片的初版 知道可以有特別放映的機會 6月29日 將發言放映的最終修訂版寄到康城 期間 將未剪輯的片段 亦送到其他地區傳訪 周冠威接受另一訪問時 亦指出 本來正在籌備另一部新的電影 但主要投資者 在得息情況之後 亦取得了資金 以免日後 因此事故 惹來麻煩或審查 早前另一部反修例紀錄片 李大維成被禁上映 政府亦再次收緊電影的審查 周冠威承認紀錄片無法在香港上映 相關法律亦打擊了香港 創意產業 不過他亦表示 即使朋友 促請他離開香港 又或者將紀錄片裏面的隱藏名字 自己最終都一一 拒絕 但他亦強調 實名是為了對抗 自我審查 同時表達了言論自由保護下 他的影片 本應該是合法的 亦表示 不想猜渡紅線 在哪裏 Only then can I be free 只有這樣我才能夠自由 以下 我們會延任 跟遠慮 翻 架 雷